大家好,我是小薇 今天我们来做一道法式清口 所需要的配料有葱,姜,蒜,白葡萄酒,白泥香,洋葱,还有黄油 首先我们把清口装在一个大的容器里 然后放在自来水龙头下冲洗干净 要注意的是如果清口旁边有海草连接的话 我们要把那一部分拔掉 洗干净的清口,我们把它转入锅中 锅中加入开水,盖煮5分钟就可以了 等待的时间我们把配菜改刀 小米椒对半切开 一球大蒜切成蒜末 然后切几片姜,也切成姜末 再去拌个洋葱 切成洋葱丁 配菜准备完毕,我们看看清口 已经全部脏嘴了 我们现在把它捞出来 今天买的4斤清口分量太大了 所以我们去掉一半清口的壳,只留下肉 我们在锅底加一点黄油 等黄油软化之后 我们把所有的配料全部放入锅中一起翻炒 等它炒香之后 我们把刚才准备好的清口全部加入进去 稍微翻拌均匀之后 我们加入准备好的白葡萄酒 然后再放入一块黄油,白米香,黑胡椒,还有适量的白盐 把它们翻拌均匀,盖上盖子 大概焖5分钟就好了 打开盖子 哇,好香啊 因为清口本身比较肥美 加上各种调料爆香 以及黄油和白米香的蒸香提味 白酒带出海鲜的香气 更是锦上添花 吃一口你就知道这个味道有多鲜美 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视频 喜欢小V的朋友就点一个关注吧